我是2015年6月份来新疆了 到新疆来压力非常大 他拿了四支亚军 一直没拿过你 那新疆来说你拿亚军你不算完成 你像失败的 你只有拿了总管你才算是成功的 本身经济体育 就是一个胜一个负 你要去争胜 不断地去争取胜利 不断地一步步往前走 进了总决赛 在整体世界上我们强于广东 但四比零应该说没想到 在新疆队第三个年头 当时我跟我师父一说 我说我要去新疆 师父也没想到 你也去新疆去 人家到新疆去 到哪带队都有压力 作为新疆队的时候 他是夺冠的压力 他拿了四支亚军 因为我来了 我有一个目标 我说我两年要来拿冠军 我来的工作应该说 非常的透露 来了三年了 新疆天池也没去过 就在考虑训练的内容 新疆拿不到冠军 最大的障碍 可能就是凝聚力 过去打 打不赢 我一个球队的大派球人太多 你守这个 是罚子 你罚这个人 这个人两个都罚一个人 但我有点信心 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 新疆 对我自己来说 已经有个总冠军了 我只不是挑战 我来挑战我自己 走了 刹区跟进了 新疆队具备这个条件 你们一定要挖下走 这个人挖上去 不要挖外散 没用 一定要挖下走 我们今天拿的冠军 实际上是我们前面的新疆队 这一代一代人 不断地付出 然后积累 慢慢到最后开化结果 就这么一个过程